一女团Red Velvet有望于8月初回归 据媒体报道 女团Red Velvet有望于8月初回归 Red Velvet已经在紧罗密谷的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并于19日在经济的一带完成了新歌MV的拍摄工作 回归进入到几时阶段 SM方面也回应表示 Red Velvet于今日完成了MV的拍摄 并为了在8月初回归 一直在认真准备新专辑 而Big Ben的卡通形象 被制作成网曼Gobi LIMJS Big Ben的卡通形象 被制作成网曼Gobi LIMJS 预计将从今日起 同时在韩国、美国、日本开始连载 网曼中将出现 仿照各个成员形象制成的Gobi LIMJS 以及每个成员的鬼怪形象 B-L-I-N-G-S 预计将讲述喜欢天底下最闪亮的东西的B-L-I-N-G-S 以及知道闪耀 三合处的Big Ben成员们的搞笑日常 该网曼预计共12集 每周五更新一集 三嫖春将写首新公司D-Nation 开启歌手人生第二幕 歌手嫖春将写首新公司D-Nation 开启歌手人生第二幕 该公司为在美乔包 Skartin创建 目前正在策划潜入包括嫖春在内的著名歌手 并准备着手打造男团、女团等 预计嫖春也将借此机会向海外市场发展 Skartin创建 哈哈正式更名为雷鬼 如江和班安宁雷鬼组合Skartin 哈哈正式更名为雷鬼如江和班安宁 并于昨日下午的首尔玛图区的一家烤肉店 举行了小型的记者见面会 讲述了组合名称的修改以及新歌发布计划 会上HHA和东勋也谈录了NBC综艺节目 无限挑战收官之后的近况 有记者问及无调停掉之后 此前一直需要参加录影的 周四会不会变得很空闲 HHA坦言 其实周四有很多商演和音乐节之类的活动 这六年来我从来都没有去过 光是跑一跑这些地方就已经排得满满当当了 并透露景正准下景歌会在游乐园里烤肉 明珠歌就躺着 我们互相之间会经常联系 一开始内心确实会觉得有些情绪在 包括编剧 工作人员都会经常联系 现在已经适应了不少了 每个周四也都努力要过得更忙碌一些 无演员薛景球 李赛军将携手出演先骗拥王者 选举之狐演员薛景球 李赛军将携手出演先骗拥王者 选举之狐 该片讲出了梦想当总统的政治家 以及在其身后施展天才战略的 被称为选举鬼才 第一个男人一同经历波澜壮阔的六七十年代的故事 薛景球将饰演 渴望当总统 亦然报复的政治家 李赛军则将饰演将选举操控在手中的天才战略家 该片为不悍当 画家伙们的世界变成贤的新作 此前薛景球也曾和导演合作过不悍当 此次合作会带来怎样新的火花也令人期待 预计该片将在完成所有选角后于明年初拍机 六秀爱否认出演SBS新月火剧大热门 近日早些时候有媒体爆出演原秀爱将 写SBS新月火剧大热门回归 该剧将一枚周追踪热点绯闻的主人公的狗仔故事为基础 讲述穿梭在真相之间的新闻 以及媒体人的故事 主人公将一点点对他自己沉沦的不合理的游戏规则发起挑衅 并最终获得胜利 报道中指出 秀爱有王出演恶名昭彰的狗仔杂志 周日报刊的主编池秀贤 一旦察觉到苗头 就会动用一切人脉和惊人的包绝能力找到绯闻 该剧由神的礼物 林霞十四千里东勋导演指导 龙八一 The Care的张鹤林编剧之笔 秀爱帮随后予以否认 表示此前已经拒绝了该作品 主演的消息 微误保 其演员颜正勋 有望写NBC新周末剧 《我的爱情治愈期》 回归演员颜正勋 有望写NBC新周末剧 《我的爱情治愈期》回归 NBC相关人员透露 目前严正勋正在积极协商出演该剧的事宜 该剧讲述曾经遭受不幸的女人的成功故事 预计将接到目前正在播出附加公子于九月播出 以后小天使会在每个工作日 微信顾问送上新闻汇总 敬请关注哦 不放图片来源与网络 如有新权请留言告知 不放图片来源与网络